我叫林怡君,我来自台湾 因为很喜欢日本的四季美景和一些传统文化 所以现在拿着打工度要签证 在日本边学习日文边探索日本的文化 因为我的朋友住在河内长野的关系 所以第一站就选择来到河内长野 刚刚来到河内长野这个地方的时候 觉得这里的大自然环境非常的丰富 就是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很多的绿树跟山 像之前我就看到附近的长野公园 秋天的时候那风景超漂亮的 就是圆圆就可以看到山上面 有黄、有红、有绿的树这样交错着 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那枫叶转红的时候 那边的美景会让人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 除了公园之外呢 在那个高野街道那边 他那个高野街道两旁的房子建筑物呢 都是一些传统的日式建筑 其实在那边拍照呢 感觉起来也蛮有味道的 在河内长野这个地方生活啊 其实觉得他们的步调还蛮舒适跟缓慢的 就是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像我在这边当地呢 有跟有在上日语教室 就是免费的日语沙隆课 然后跟当地的日语老师接触之后呢 他们都是当地的居住者嘛 就跟他们接触之后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亲切和友善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呢 在这个地方生活会觉得还蛮舒服自在的 在河内长野市这边最推荐的景观应该是金刚山 之前呢我有去爬过金刚山 觉得它那个登山步道两旁的自然景观非常的丰富 而且那边的空气非常的好 在爬金刚山的过程当中呢 也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锻炼身体的地方 登到山顶之后呢 还可以眺望整个河内长野市的风景 就那个超漂亮的 所以还蛮值得推荐大家去那边观赏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观星寺 观星寺那边的祖佛跟金堂呢 都是被列为国宝级的文物嘛 因为历史悠久 所以在那边可以好好欣赏到 日本传统宗教建筑独有的特色和韵味 在观星寺那边呢 它还留有那个后村上天皇的皇陵 跟南木正成的古迹等等的 所以很喜欢日本传统文化的人呢 可以蛮值得去那边探访看看的 河内长野这个地方呢 离关西国际机场跟大阪市区的距离都不是非常的远 交通也非常的便利 来到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过多的游客的干扰 你可以好好很自在的欣赏日本的四季美景 跟探索一些日本的传统文化 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河内长野哦 感谢观看